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华南地区 南陵中国最大的海湾北部湾 西江水系自西向东 覆盖了全区超过八成的土地面积 桂林山水驾天下 古人的一句诗 让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到离江看山水成了游玩的标配 一年之中 一日之内 由于光风云雨不断变化 到离江的每一个人看到的风景都不尽相同 从空中看就更是变幻莫测 可以说山水之间安放了一个看不完的桂林山水 其实来离江旅行 最重要的不是要看完这里的景色 也不是属清这里绵延的群山 能不能在烟雨朦胧之中 进入这如湿如画的山水秘境 才是关键 四月 西南暖湿气流控制着离江的上空 阳光下 离江烟雨渐渐呈现 这样的好景致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只有早起 才可能撞上最佳的观赏时机 再仓促的行程到了这里都变得悠长 因为玉蓉河的水可以放慢一切 人在画中游 飘都快根本不重要 目的地更没人在乎 过程之美 才是玉蓉河漂流的奥妙之处 在山水画卷中随波逐流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获得绝佳视角 因为平缓 河流上的二十多道坝子 就成了最好的插曲 小小的落差 有惊无险 既然是玩意境 就不必在乎白天还是傍晚 暮色下的离江 映衬着人们寻觅的诗和远方 杨术江边点起的渔火 别有一番风味 头戴斗笠 身披缩衣的渔鹰老人 为游客演绎着古老的夜间捕鱼方式 表演 表演虽然有模式 但他们举手投足也能生情并茂 游客认可就是最大的肯定 至于是拍的照片更多 还是捕上来的鱼更多 没有人会计较 阳春三月 八贵大地万物复苏 草长应飞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 春的颜色仿佛渲染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姿态万千的山巒 风光迷人的梨江 十里画廊的春天慢慢苏醒 独特的喀斯特地貌 孕育了很多奇山秀水 如湿如画的梨江风光 似真而幻的山水画卷 轻轻梨江水悠悠绕青山 在错落耸立的风丛中 清澈的梨江缓缓流淌 错落有致的梯田间 蜿蜒曲折的山路上 春烟鸟鸟的山寨里 与田间劳作的农民 远处的山巒 吊脚楼相应程序 构成一幅幅美丽的春日画卷 七年洞寨推去银庄宿果 乍现田园诗画 在曲折的山梁下 翻延而过的林溪河 像一条纽带 将承阳八寨八个村寨串起来 一栋栋动 洞足吊脚楼 林立在河畔 古老的水车 将清澈的河水 运送到层叠的梯田里 一派宁静安逸的 田园风光 河去的风 吹醒嫩绿的芽 早春时节 嫩芽薄发 茶圆春色 美如画 在左江河畔 生活着一群 世界宾威野生动物 白头夜豪 此来 白鹿和各类候鸟 常年在此繁衍生息 广西的海岸线曲折 景色优美 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良好的海洋生系统 栖息了中华白海豚 故事经等海洋经历 从空中俯瞰八贵大地 青山常在 青水常流 空气常新 春天不仅是花开的季节 更是耕种的开始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年好景在春耕 开春以来 八贵大地天气回暖 农户们不负春光抢农时 田间地头 除草 施肥 播种 春耕生产如火如荼 充满生机活力 英飞燕舞 风和絮 春来处处百花香 秀美春色 与壮美田园 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春日画卷 美不胜收 山的清新 水的灵动 海的浪漫 每一处风景都蕴藏着诗意 广西 山清水秀生态美 处处洋溺着春天的气息 山水之中 连劳作场景都成了最美的演出 群山被灯光打亮 化作幕布 方圆两公里的水域成为舞台 撑船洒网 壮族对歌 整场演出需要六百多名演员共同参演 其中有不少是本地聪明 他们只是重复着最熟悉的动作 却组成了最震撼的表演 桂林人的山水离城市不远 生活在桂林 山水环抱的格局 处处都是好风光 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古代 这座小山都立于城市的中心 周围的人们 无论远近 都能一眼望见山顶的楼阁 山脚下的建筑 曾经是举行科举考试的贡院 在这样一个全城人随时可以看到的地方建设考场 足见古人对公民的向往 今天考试竟然也成了旅游项目 游客们也考得饶有兴趣 看看自己能否金榜提名 尽管山水占据了大部分的土地 智慧的人们依然找到适合耕作的地方 路程远点 那就搭乘小船 反正有这些忠实的伙伴着急干活 丰收就可以踏踏实实 农田在哪儿 家园就跟到哪儿 在龙脊梯田 瑶族人就把他们的家安在山腰 桂林山水的意境相对含蓄 但这里的红窑则用最奔放的红色 表达着他们对生活的感受 每年农历六月六晒衣节 家家户户都把衣物拿出来晾晒 驱除湿气 这个集体行动让衣服保持了鲜亮的红 也让热烈的生活铺天盖地 流淌不绝 桂林山水意境的行程 与眼前的这条山脉有很大关系 猫尔山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部 季风携带的丰沛水汽 在到达云贵高原之前 会先被这里的群山挽留 这些没有爬上高原的水汽 从此获得了另一种命运 他们化身为雨 进入沼泽泽滋养了树木 他们成为一条条溪流 慢慢汇聚 顺势而下 悄悄地成为令人陶醉的 言语离江 广西的夏天以甜蜜的滋味开启 千年以前 荔枝就在林山扎根安家 这棵高度超过十三米的荔枝树 是目前史料可查 最古老的荔枝树之一 一千五百多岁的高林 却依然高产 在好的年份 他甚至能结出近千斤的果实 这是村里人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 放学回家的孩子也来帮忙 甜蜜诱人 他们鲜肠为快 人们对荔枝的照料格外用心 现代的灯光驱虫技术 让荔枝在夜里也能免遭部分虫害 星星点点的灯光 让荔枝和村民们都拥有一个好梦 和灯光的缘分并未结束 夜幕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灯光秀正在上演 夜间补光增加了光照时间 火龙果可以开出更多的花 从而提高产量 在灯光的调节下 火龙果基地即便在冬季 也能功过 如今 全国市场上 每五个火龙果 就有一个来自南宁 这里不是中国唯一适合 种植火龙果的地方 但在人们的努力和付出下 南宁一路逆行 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火龙果产地 如果不是在高空俯瞰 这片土地忙碌的气息 也许会被甘蔗彻底掩藏起来 超过一百万亩的甘蔗 像厚厚的地毯覆盖了整个大地 成熟的甘蔗高度超过三米 即便是大型的收割设备 也矮了一劲 收成好不好 运输甘蔗的车队给了答案 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三月 每天都有数万吨的甘蔗 搭乘班车来到制塘厂 然后再以这堂之名 带给人们甘甜的滋味 广西人爱吃米粉 汤头的风味尤其讲究 最特别的食材藏在稻田之下 小小的螺丝做出的汤头 可以让整个柳州的人都提起精神 夏天摸来的螺丝滑滑的 放在腰间的竹框里最保险 在水到成熟的时间 抢收之后的水田里 最容易摸到螺丝 摸螺的孩子们有了甜可以撒野 美食之旅也成了游戏的天堂 他是一个一万多年的抽烈的情人 像一个那种定时炸弹一样 在身体里面已经安装 非常清楚地记得连续两个月 每天至少一餐是螺丝粉的 或者是早餐 或者是中餐 或者是晚餐 但是再好吃 请两个月确实也腻了 不行了 我再也不吃螺丝粉了 说完这句话不到一个星期 又开始拿起螺丝粉就吃起来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 螺丝粉它已经像一股毒药一样 就是它已经迷茫在我的身体里了 真的好香啊 等一下 带着搞一碗 马忠才 人称螺丝粉先生 除了爱吃螺丝粉 他还与家人一起 在北京经营着一家螺丝粉店 父亲去世后 作为长子的他 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螺丝粉是广西柳州地区 一种家喻户晓的街头小吃 和普通的大排档一样 马忠才的店中并没有太多的装饰 进门的角落却意外地放着书架 让店面显得更加狭小而局促 您好 螺丝粉先生 在这里边 还有一个酸笋是吗 我哥来北京 读完书以后 毕业以后来北京 不是很想吃螺丝粉吗 以前他在广西大学的时候 是经常吃螺丝粉的 后面在北京这里 找不到他很爱吃的那种 而且每次去吃一次螺丝粉 要跑好远的 又不是自己要吃的那种口味 吃螺丝粉那种感觉就是 你要吃着大汗淋漓那种感觉 如果你吃一个螺丝粉 像吃一个凉泡粉一样的 绝不是螺丝粉 螺丝粉就是你夏天吃的话 就是大汗淋漓 冬天吃的话 你马上就有暖气一样 就马上就感觉到很温暖 螺丝粉配菜讲究五色五味 口感偏重 酸 辣 鲜 爽 烫 传统的螺丝粉中并不见螺丝 浓郁的鲜香味 都来自螺丝熬的老汤 柳州人常说 可以三日不吃肉 不可一日不缩粉 一碗螺丝粉成败的关键在于老汤 为了抓住挑剔的时刻 店家们坚持用传统的熬汤方式 将螺丝与二十四味调料 一同熬至八个小时以上 柳州螺丝粉店 都以店家姓氏命名 他们一代一代守护着自家汤料配比的秘密 撞摇方言中的弄不是弄堂 也不是胡同 而是山与山之间的挖地 相通的是 它们都是人们选择的聚聚地 生活在这里 人们时常需要面对干旱 每一个挖地下面 都连通着一个无底洞 通往深不可测的地下河 尽管山间的流水都会汇集于此 但最终会顺着洞流走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人们陆续建起水柜 水库收集水保存水 改善了缺水问题 也让这片山野 环发出新的生机 地下河不仅神秘 也鬼斧神功 最大垂直深度 六百一十三米的大思维天坑 就是它的杰作 漫长的岁月里 地下河在这里 创造了世界最大的天坑群 已经被发现的天坑 多大三十个 行踪不定的地下河 在都安露了头 天间地头 房前屋后 这些并不起眼的池塘 都是地苏地下河 在地表打开的天窗 其中九顿天窗 人气十足 蓝绿的水色 显露起深度的不凡 曾有专业的潜水员夏浅 成功挑战 二百三十四米的深度 创造了中国洞穴潜水的最深契路 圣夏时节 看起来像海的颜色 很难不吸引人们飞身一跃 像鱼儿一样畅游 最后来一张水中写真 打卡成功 便不需此行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刚刚洒向山间博物 早起的白头叶喉 就已经在最佳观赏区就位 像羊面的枝头嫩叶 最为新鲜可口 日出而时 美景和美食都尽收囊中 悬崖峭壁虽然危险 但可以躲避天敌 是白头叶喉最安全的栖身之所 比身体还长的尾巴 是它们保持平衡的秘密武器 摇摆起尾巴 即便飞檐走壁 它们也能如履平地 悬崖峭壁虽然随着 显到御区 被增胴难下 斧开瓶谷 逼人暴力 会尽出 果然不意 相冲 肯 有时候 石山被他的住客唤醒 这片奇幻的喀斯特山地 位于中国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南边界 层栏叠障 碧利万人的丰丛 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演化变迁 一千一百万年前 一只发源于非洲的古老种群一路迁移 他们历经风雨 不断适应进化 最终扎根于此 他们构建家族 繁衍壮大 给这片大地带来了无限生机 独山 单独耸立于这片平原之间 一个白头叶猴家族被隔绝于此 阿克 这个家族的猴王 是一位经验十足的战将 此刻 他正紧张地环顾四周 一场危机正在逼近 短短几天 一群流浪公猴从几个山头之外跋涉至此 他们距离独山 仅有一山之隔 公猴们没有冒进 而是迅速移动隐蔽 阿克难以观察到他们的动向 这让他有些焦虑不安 他知道 这些六七岁成年公猴的突然出现 是想要抢走他猴群中的母猴 更是觊觎他的王位 阿克发出连续的警告 家族中的小猴也被吓得躲进树丛 即便如此 他依旧不敢掉以轻心 爬到至高点持续观察 同时也向潜在的对手展现王者的威严 白头叶猴分布于中国南部的广西重佐 大约二百平方千米的几个片区内 现存数量仅有一千多只 从一夫一妻一子的小家庭 到一夫多妻多子的大家庭 他们散布生活于不同的山头之上 而那些成年离家 居无定所的单身流浪公猴 都是猴王的有力竞争者 在河流拐弯处的石山上 古老图案正等待人们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简单的线条 鲜艳的颜色 花山岩画记录下两千年前的人类生活 岩画的创造者是壮族的祖先洛岳人 没有文字 他们借助图案 保存其社会最初的模样 不过 这些巨幅画作 是如何被画上陡峭的崖壁 已不得而知 二广深西石壁上有鬼影 游淡漠画 这是宋代文人在续博物字上的记载 描述了我们左江两岸 岩壁上有鬼影的传说 这些鬼影曾经结队在这里出现 留下了一连串等待揭开的谜 我1991年来到了宋代文物馆连所 在这里我见到了那些壮族老乡口中 时常提起的鬼影 那时我才知道 所谓的鬼影 其实就是分布在左江两岸崖壁上的原画 花山 壮与叫做飘来 是指有化的山 这些有化的山 集中分布在广西左江 及其支流明江两岸 约2500年前 居住在左江流域的壮族祖先古洛越人 在陡峭的崖壁上绘制银画 创造出规模庞大的银画群 现存80多个银画点 其中明明的花山银画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单幅银画 它的面积达到了8000多平米 古洛越人用肘红色颜料 绘制灯饰人形 做成的基础符号 点缀于铜骨 动物等元素 描绘了一个个盛大的祭祀场面 反映对人的一种社会生活 还有精神面貌 是目前对该传统的唯一见证 这银画为什么能够千年不变色 首先是得益于我们的古人 他采用的颜料 是一种天然的矿物质颜料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里面的这个粘合剂 就是胶 目前我们没有办法检测出它具体是什么胶 化石原画中最大单体人像高达3.58米 这么大的图像是怎样绘制的呢 有一种猜测 古洛越人用藤条或绳索 在山顶固定后悬吊下来作画 另一种说法 古人会在山体上搭设木板 向上攀爬来作画 但在实际考察中 我们并没有发现 岩壁上存在人工的着痕 现在时间是我们研究者最大的敌人 脆弱的卡斯特地貌 使岩化极易受到风化和水流的侵蚀 这个是因为岩壁渗水形成的石中涌 把岩化给盖住了 唯有我们长期地去监测 把这些基础的数据提供给我们后面的人来 做这个保护的方案 才能够使我们的岩化长久地保存下去 今天在左江沿岸生活的多民族群体 对花色园画中展现的许多元素 依然保持着鲜活的记忆 一画中丰富的铜骨图像 是这一文化存在的见证 两千多年来的每一次敲击 咒响的都是曾经浑厚响亮的声音 它久久回想在这片 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土地上 六月 重左进入雨季 河水暴涨 地处中越边境的德天跨国瀑布 在此时呈现出一年中最磅礴的状态 作为亚洲第一 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 它的年均水流量是黄果树瀑布的三倍 风水气 水雾蒸腾 人们很难一眼就看清它的真面目 不过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 瀑布更愿意清秀地面孔示人 姿态优雅地三连跳 提高了它的辨识度 温柔的瀑布也更获得人们的青睐 成一派竹筏来到瀑布下垂吊 在武侠电影中才能见到的画面 对当地人不过是日常而已 水是广西的灵魂 为它平添灵秀之气 广西年平均降水达到一千五百毫米以上 但全年最丰盛的雨水都是在春夏降落的 四月至九月 广西迎来风水期 三点四万公里的河流 八千零二十六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 尽情舒展奔流 有些流水在地上鬼斧神工 但有些流水却会骤然向下 世界上最壮观的大瀑布之一 德天瀑布 尽情展示自己的力量之美 一条条白链并行一百多米 从六十多米的高处飞流之下 灵秀的河水因为断裂的垂直落差 转瞬间就爆发出雄昏之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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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软的水流 日复一日的流淌 竟然可以将这些山间的基座切开 群峰在大地上淋漓 挺拔秀丽 数亿年前 这些秀美的风景曾经属于蔚蓝之境 大量海洋生物的钙质骨骼 以及碳酸盐类物质不断沉积 但是之后 沧海桑田 大地隆起 中国的南方气候湿热 降往不断 雨水将碳酸盐溶解 并被水流冲走 北海之所以成为旅游城市 银滩的功劳很大 几乎没有游客会错过这片海滩的温柔 坡度比降只有千分之五的沙滩 是天然的减速带 足够 不远处的海岸 是另一番热闹景象 潮水退去 贪图成了沙蟹的餐桌 这场盛宴将从傍晚持续到凌晨 为了美食 沙蟹甘心熬夜 不巧的是 附近的村民也是这么想的 单纯与沙蟹比速度 人类并非胜圈在握 利用强光吸引沙蟹 则让捕捉轻松许多 从手电筒到无人机 赶海已经变成了合家欢的游戏 一晚上的乐趣 也远远大于了收获 开鱼前的桥岗码头 主角是这些身材娇小的船只 两千多艘游船依靠他们 为即将开始的远航做准备 运兵船能够随时为远离码头的游船 补充冰块 一艘出海十几天的游船 最多会准备数十吨的冰来为游货保鲜 游民们期待收获能多一些 自然愿意多装一些 缺点物资也别着急 水上商店的货品一应俱全 送货上门是他们的服务理念 实在有点急事 坐上小船出门最方便 时间已到 今年开渔 对祖祖辈辈生活在此的渔民 这不是离家的远航 而是一场静忌的入场 涌立船头 开拓冒险的基因 让人向往海洋 迎风向前 生活的起点就在海洋深处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作为淨茜茜茜 刘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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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开鱼季的海鲜市场热闹往往从凌晨开始 黑夜中光影交错 投射出专属于沿海城市的烟火器 长长的码头铺满了各色海鲜 无论是小虾还是大鱼 你都能在这里找到触动味蕾的鲜美 无论是灵兽还是批发 砍一砍架总能达成共识 更多的量货甚至没能到达市场 刚一上岸就被顾客截狐 秋季第一网的鲜美 谁不想快点尝到呢 这片人们赖以生息的大海 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 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这个人 这个人要用描杀的方法 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 然后这边画珍珠的 珍珠的这个光芒 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头杆 要有这个凹头杆 李泰山 湖南常德人 职业沙画师 与沙子结约二十多年 第一次来到北海时 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 深深地吸引了他 感觉特别的美 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 叫十里银滩嘛 非常的壮观 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 特别的白 很柔软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北海银滩 好称天下第一滩 西起关头岭 东指大关沙 绵延二十四千米 高品位的石鹰沙 是银滩的主要成分 在阳光的照射下 古色透明的石鹰沙 泛出银光 银滩之名 由此而来 在游人眼里 银滩沙白水净 海浪柔软 在李泰山的眼中 这里的每一粒沙 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有时候想早点 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 那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 也用不了多少 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 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 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 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 重新再塞一塞 照样它还是可以用 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 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本艺术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 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 联手创意的杰作 因为这片沙滩 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 以沙为灵感 以沙为生计 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 诸环和谱的传说 在李泰山的手中 一次次聚散变化 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 来讲北海的故事 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 然后我利用本地的银滩的沙子 来讲它北海的故事 刚好它们北海又是南猪之乡 所以它南猪是非常出名的 我们就找了猪焕和谱的这个元素 然后去创作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 成了它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 千桃万路 细腻柔软的银沙 在它手中流转变幻 自然与美 融为一体 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 是南猪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 家族的一份手艺 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新传 千桌万魔使成猪 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猪 不计其数 但是它最得意的作品 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 孩子也是我的生命 都一样爱的 爱孩子爱多少 爱珍珠也爱多少 都一样的 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 珍珠就是我的生命 也是我的未来 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可以啊 颜色都比较搭配 珍珠层很厚 可以的 可以用得上 颜色 这是香槟金 香槟色 手艺人的母亲 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 如今 不论男猪养殖 加工还是销售 菊萍姐妹俩 都能驾轻就熟 男猪在她们手中 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 光洁雅致的珍珠 寄托着男猪手艺人 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典礼服上都是珍珠 先试一下你们钉字的项链 对 试一下 我来给你戴一下 我们为了挑这七个珍珠 花了很多 花费了很多心机 对 因为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是的 都是八以上 根据您的要求 像这些海浪的设计 还有中国风的洗节典礼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 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 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 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 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维州岛 北海市北部湾海域中部 一座由火山喷发堆宁而成的岛屿 这里是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 也是广西最大的海岛 水清沙白 风光淫米 被列为中国最美十大海岛之一 是北海的旅游圣地 杨成腾 23岁 维州岛导游 陪同游客上岛游览 是他的主要工作 无数次穿行在这片熟悉的海 谁能想到一次偶然发现 竟然让人们对这片海多了一份惊喜 那时候我治的是17年 17年应该是七八月份吧 我带了几个老师 大学了几个老师吧 从学校到返回 然后呢就看到那个不远的地方 有个就是像那个小艇一样了 以为是那个小艇翻了 后来开进去才发现 哇 是那个一头金 它那个打开在水面张开嘴的 那个状态嘛 它倒是吓得我们赶紧跑 杨成腾无意中拍摄的照片 一时间爆红网络 引起了众多关注与猜测 陈默 广西科学院精类研究专家 15年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的经历 让他一眼就辨识出 杨成腾拍摄的旁人大物 是大型虚精 不识精 我相信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所有做精类研究的人 还有就是了解和关心精类的这些爱好者们 都会很惊讶 因为中国近海已经几十年没有发布过 就是有这种精类是这样出现的 陈默认为 此次布什经的出现并非巧合 2016年 多家科研机构的专家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 来到维州岛 他们的目的是共同探寻布什经的踪迹 确认中国近海布什经出没的规律 经过三年多的追踪 沉默的科研团队成功完成 对布什经水下活动的首次拍摄 布什经国家二类保护洞 主要生活在水温高于16.3摄氏度的热带和温带水域 与其他境内不同 布什经很少浮在海面上 尽管身躯庞大 它却可以急速游动 不易让人靠近 陈默和他的团队 在维州岛附近拍摄到的布什经 填补了国内布什经水下影像的空白 对全面了解和掌握 布什经生活习性 保护北部湾海洋生态环境 有着重要的价值 这个就是我们2018年10月份的时候 拍到的一段视频 你看这个是它 你看它出来 然后张开嘴 这段视频是展现的是三头巾 联合布什 然后在水面上大概能 大概停留可能40秒左右 然后我们当时我们就讨论了 关于这个张嘴时间跟什么有关系 我们讨论来讨论去 大概判断的还是跟食物有关系 维州岛所处的北部湾 位于中国南海的西北部 这里不仅海景动人 而且渔获资源丰富 是我国著名的四大渔场之一 占据天时地利的优越条件 让这片海域成为了布什经 不打样的特色食堂 那么所以布什经是跟着食物过来的 那么布什经在这片海域出现 就代表着这个 这么多年一直出现 代表的是这一片的生态环境 一直以来保持得相当于稳定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还有第二点就是 在这片海域有它足够的食物 每周沉默都会来到北海 既是为海洋动物保护进行义务宣讲 也是惦记着海里的布什经 在寻找布什经的日子里 沉默过得既辛苦又幸福 这个背棋有个缺科 这个背棋有一道 这是哪来的呢 螺旋桨打的 那这个背棋不见了 去哪了呢 我们判断它是被鱼网扯掉了 热爱动物的它 早在二十年前 就通过滤网参与白旗屯 等海洋动物的保护行动 白旗屯是长江里的强者 但是最终无奈地 被宣布功能性灭绝 白旗屯的保护失败 是沉默心中永远的痛 但是当时只是觉得很遗憾 这个物种的消失 其实我们观测不到 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所想的就是 至少在布置金上面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去同大家就不要去惊讶 那个金属 对 对 对 被关金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为了更好地保护 维州岛附近海域的海洋资源 所以我们观测到 共同的心愿 早在三百多年前 清州的人們就發現 乳海口是大蠔生長的最佳地點 河水沖淡了海水 配比出適合大蠔生長的鹽度 海水裡豐富的浮游植物 則為大蠔提供養料 哪裡的養料豐富 蠔牌就去哪裡 為了養出更肥美的大蠔 養蠔人每年都要跟著大蠔搬幾次家 清晨出發 開足馬力 聲勢浩大的搬家拉開帷幕 小的蠔牌兩艘船便可移動 大的蠔牌則需要更多的船隻 共同協作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 綿延數十里的蠔牌 將整體向外海移動超過二十公里 鹹淡水交匯的河口 是中華白海豚來生存的家園 他們的棲息地很講究 既不全在海水裡 也不全在淡水中 他們對環境要求極為苛刻 而且繁殖率低 追蹤他們的行跡並不容易 但人們還是找到了辦法進行保護 在這片海域 他們的生存環境正獲得更多人的關注 平靜的海面下 藏著一顆躁動的心 海底火山數次噴發 堆積出中國最大最年輕的火山島 維州島 數萬年前的火山運動 依然有技可尋 火山碎屑隨處散落 熔岩層層跌跌 保留著當年湧動的姿態 火山口碎陷落 卻為這個小島 留下了一抹月牙彎 原本這是一個完滿的圓形 海浪將東南角 使出一個缺口 還雕刻出了一隻可愛的小豬 每年五月 這裡則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發源於印度洋的西南氣風 一路暢通無阻 到達北國灣時 依然風力十足 有了海風的助力 海浪的威力大增 在相對安全的時候 和數米高的浪花合張影 是維州島的驚喜項目 即便不小心被淋濕 也樂在其中 三個多月的時間裡 風激浪高 又是修漁技 當地漁民藉此修器整頓 忙碌的日子迎來了生活的樂章 海那邊發營 深海裡的居民 并不经常浮出水面 想要一睹他们的真容 需要点运气 我们很幸运 邂逅了这对享受亲子时光的母子 幼京的身长已经达到六米 但只要在母亲身边 她永远是个小朋友 成年布什经的体长12米左右 虽然布什经与家族中体性最大的成人 但他们的捕食方式却很有特点 潜入水下 将鱼群擀至水面 然后整口吞下 临时搭档配合是更省力的方式 有的负责驱赶 有的张开大嘴 只带惊慌失措的鱼儿主动跳入嘴中 海鸟看似满不经心地飞过 实则时刻关注着布什经的一举一动 经口夺食 需要冒险 为了填饱肚子 青庄上阵也很必要 身后那团序状物 就是它新鲜的排泄物 这些散布海中的粪便将成为浮游生物的营养来源 夜晚 海洋中的灯火为船只提供了指引 也为漂泊的人们提供了家的想象 燃烧的火炬是正在运行的标志 27座海上生产平台昼夜不细 释放着来自海底的能量 组成南海西部最大的油田群 在油田群诞生之前 维州岛的居民经常会面临无电可用的尴尬 每天只有两个小时可以用上电 现在通过超过160公里的海底电缆 维州油田群实现电力联网 在忙碌的生产之余 顺手解决了岛上居民的用电问题